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会介绍五个关于腿部运动 因为大腿是我们身上最大的肌肉之一 所以不管你是在增肌还是在减肥 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好 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出名的Barbell Bear Squat 这个重量 你就挑一个你觉得可以做到 可能8-10下左右的次数就好了 当你的重量可以拿到 比如说你的体重是60公斤好了 你可以拿到60公斤 那你就算是很不错很强的 OK 所以这个运动要怎么做呢 首先 保持你的斜方机 你的Barbell是在你斜方机上面的 然后吸气 Keep你的Core tight 收紧你的核心 然后up 慢慢向后推 不要忘记 你的Feed 还有你的Shoulder 是要与肩同宽的 然后你可以慢慢想像你往后做 and push push 1 下来 2 不要忘记 下去的时候要吸气 上来的时候 吐气 ok 好 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的Romanian Deadlift 我们是练 偏向你的裹身肌 也就是Hemstring跟你的Glute 屁股 ok 当你 要开始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保持你的Barbell是靠近一些你的小腿的 然后你的Feed 一样跟你的Shoulder 是一样框的 ok 然后你的膝盖 微微 给它弯曲一点 然后就可以 吸气 up 吐气 慢慢下 超过你膝盖左右 再继续拉 2 3 慢慢往下的时候 你应该可以感觉到你的Hemstring 有被拉扯的感觉 好 下一个是Goblet Squat 这个运动是偏向练你的大腿前侧 你的Quads 如果你去的健身房刚好 可能 你的Beg Squat的机器全部被脏满了 你可以用这个来代替一下 好 首先我们的Feed 一样 Shoulder width apart 然后保持你的压铃在你的胸口前面 好 然后慢慢往下 吸气 然后 吐气 然后再重复 然后起 慢慢往下 然后再up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第四个动作就是 就个人都知道 最累的Begasian Squat 首先 坐在你的Begasian Squat 然后把你的腿伸直 然后出来 把你的其中一只脚 放到后面去 然后准备 慢慢下 下手吸气 然后up 吐气 下去 and up 吐气 不要忘记在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后侧这一个脚 它只是拿来辅助的 你这个 你不要用来出力 你要把所有力气 装住在你的前面的这一颗腿 往下 然后up 下 然后up 然后up 这个运动对你的 Glutes 还有你的quads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好 最后一个就是 calf braces 也就是练我们小腿的 很多人会忽略掉练小腿 可是练小腿 其实对你的身体是 很有帮助的 我们小腿 属成身体的第二个心脏 因为那个血液 它到下面之后 我们小腿会帮它绑回来 OK 那么calf braces怎么做呢 首先 轻松一只脚 你放在 一个 杠铃片上 用一只手 来 辅助着你 然后 准备 上 然后慢慢下 一样慢慢上 慢慢下 这个我们可以重复 15或20次左右 好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帮助到你们 如果这一期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按like 还有share 跟subscribe 就这样 拜拜